我是再也受不了她这气了 我觉得你能 依我看你就应该讨好人家 说不定哪天她开心了 就帮你把这红光宝巾给解了呢 讨好她 你说的对呀 她不是一直要让本公主 成为一个合格的天赋吗 我就做给她看 参见神君 这是本公主最爱的人间美食 臭肝子配螺蛳粉 你尝尝 神君需要占墨吗 轻葵了 神君要看公文吗 轻葵了 诶 神君需要饮茶吗 轻葵了 神君需要入浴鲜花吗 不用 不用 那神君预备要擦身吗 神君 神君 需要助眠吗 有什么需要你就吩咐啊 走开 神君 需要洗漱吗 你出去 那神君需要更衣吗 我自己来 自己来 神君 神君不是希望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天赋吗 我现在做的都是一个合格天赋 应该做的事情啊 走 你小时候 不总是盼着有一天能坐在学堂里吗 如今也算是心愿得偿了 恭喜啊 我已经也能睡过了 对 交出 你 你 他 不 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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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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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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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管 祈福和狼哉 狼哉 交条 痛 哎呦 哎 你有此物 没打一张牌 痛楚都会加深一分 小天妃跟我们搭牌 可真的是拼命啊 我还指望你们给我解开这玩意儿呢 怎么能不打呢 为了三位玩得开心 我认了 来 碰 哎呦 这儿呢 法宝有灵 你违反了天规 他他他自然不开心 哎 你试着说主人几句好话 些许啊 能缓解疼痛 让我说那混账玩意儿好话 不可能 哎 玄商神君 你真是欲输临风 面如关玉 英俊潇洒高风两节 哎 这这怎么样 好好都没有 疼也不疼了 可是 我要吐了 哎 三位先生 你们看 嗯 我这打得这么辛苦 你们要不然醒醒好 帮我把这玩意儿解了吧 嗯 嗯 跟你说句实话吧 此物啊 乃是神君的本命法宝 若他不允哪 我们三个 纵使有心 他也无力 对对对 况且啊 老夫还记得 这个本命法宝啊 乃主人的精元锻造 嗯 若是主人不想给你解开 除非他这个元神俱灭 他才能自动解开 哎 我说对吧 对呀 好像有这么一说 也就是说 只有他死了 这玩意儿才能解 嗯 这不完了吗 哎 这刚打了一圈 哪能玩呢 就你这个宏光宝镜啊 我看就是你们夫妻 打打闹闹的 等有一天 神君一高兴 他自动就给你解开了 这时光啊 就像窗间过马呀 想当年 友情 小的时候就愿意去我那玩 哎呀 那调皮的样子 又在眼前呢 你说的 啊 僭尽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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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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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好意思 沈君 这 这是发生何事了 说来话长 这 去了何处 回沈君 天后体量 幸亏公主乃凡人之躯 不惯使用氢气 特于天趴院偏殿设立一座善堂 嘱咐 一定要加沈君之手送给公主 好增进感情 她天天给我惊吓 我还要给她惊喜是吗 看来今日 又是千亏公主闯的祸了吧 您别怪飞驰多嘴 竟然连红光宝巾 都归劝不了公主